與澳門賭場有關的騙案不時都會發生 近月施警就接連侵破兩宗二次多金案的巨額詐騙案 這些俗稱桂桶的賭廳合作方 會以高息回報、吸引客人 入股放錢到他們的桂桶裡 從而達到集資的目的 據了解其實疫情之前 除了內地客會被高息吸引入股桂桶外 也有不少澳門本地人會參與其中 當中有不少還要做賭場的員工 好景時齊齊有錢收有息收 當然會風平浪靜 但疫情之後賭廳生意大跌 現金流都出現問題的時候 金主當然想拿回自己的錢 但就變得困難重重 而日後也不排除會有更多相關案件發生 至於桂桶出了事 與他們有合作關係的賭廳 有沒有需要負上部分責任 時事評論員郭敏金說 因為雙方協議時存在較多灰色地帶 賭廳要承擔財務責任機會就不大了 貴賓廳是不會承擔財務責任的 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貴賓廳和這個桂桶的所謂經營者 可能有個協議就是 你可以在我貴賓廳經營對馬的活動 但其實協議上沒有寫明你高息貸款是怎樣的情況 其實很多大家有一個默許的情況 或者叫灰色地帶 但以往在賭場中百花齊放 資金流動非常充裕 大家都希望找出路 去怎樣收高利息收高利潤 在這情況下大家都默許做一些 我相信不是公開 但有些是違法的行為 當然沒有人投訴時政府也沒辦法去監管 至於這些桂桶經營者 就以著和拿正牌的賭廳合作名義 對外就和人說是正牌賭廳的股東之一 就可以以賭廳名義騙人落答 當中是不是存在一些監管流動問題 澳門立法會議員鄭安婷就說 政府目前監管確實是未顧慮到太多細節 他建議在即將開展的博彩法收法當中 重新離定當中的關係 戒定責任誰屬 究竟他們是股東關係 或是合作形式關係 或是租借的關係 租任的關係 其實政府對於這件事 不一定是清楚得這麼細 再怎樣下去做回他們怎樣參股的形式 或者是投資的形式 其實應該在未來的博彩法修改的時候 然後重新都要去加入一些細緻的條款 超高式存款的確是很吸引 不過鄭安婷認為有關做法對行業發展是很不健康 當中涉及投機性行為和賭博根本沒什麼差別 他呼籲投資者要戴眼識人 尤其在現在市況這麼差的環境下 還需要更加謹慎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